喂 老舅啊 老舅 妈呀 确实不能叫老舅啊 这下面全是老舅啊 哎 妈呀 老舅啊 我已经到这个直播现场了 你交代我的事 我肯定能给你整好啊 你放心呢 对呀 西装革履呀 手拿鲜花呀 让我干嘛 我干嘛呀 没问题呀 好嘞 老舅经理 拜拜 今天的浪漫鲜花直播一热 大家准备得非常好 现在是两点半 鲜花客户代表两点四十五 准时到达 不过我今天太忙了 宝洁 等一下你记得 帮我跟客户对接一下啊 咱们三点钟预热直播准时开始 没问题 喂 妈 相亲 哎呀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我现在事业刚刚有起色 搞不一样的事 能不能往后放一放啊 什么 人马上就要到工作室了 哎呀 我都跟你说 哎呀 行了 妈 我知道了 你妈又给你安排相亲了 是吧 你说咱马上就直播了 她不跟我这添乱呢吗 没事 你就用最快的速度 把她拒绝掉 这事你有经验呢 我有什么经验呢 你想想王小千呢 那我确实有经验呢 你妈给你今儿这人帅不 你妈给你今儿这人帅不 哎呀 就跟我说啊 这个人吧 西装革履的 一表人才 说是手捧着一束玫瑰花 马上就 说的是不是我呀 哎呀 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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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哪位是范小明啊 她是 这样 你们两位好好聊一下啊 我先下去了 王小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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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小倩是谁呀 王小倩啊 王小倩是谁都不信 你不用理她 来 请坐 哎呀 来之前就听说是个美女啊 这一见着啊 甚至眼见不如闻名呢 啊 啊 不不 闻名不如眼见呢 这一见个女孩我就有点紧张呢 嗯 请问怎么称呼你啊 我叫赵达呀 赵达雅 没有雅 赵达 哦 赵达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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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你看我这花也拿来了 你看咱这直播间放哪个是啊 先不用放 我还没决定要呢 哎呀 还没决定要呢 嗯 那是这中间有啥事没谈妥人呢 呃 不是 你看是这样啊 咱们毕竟是第一次见面对不对 嗯 先相互了解一下 那应该 嗯 那个 您贵庚啊 我二十八呀 二十八呀 不行 年龄不合适 这年龄咋不合适呢 我可是农科大的高材生啊 你看这花我都拿来了 年龄咋还出啥问题了呢 这 花是不错 关键是人 人 人咋的呢 哎 不是 就我个人吧 比较喜欢那种成熟稳重类型的 哎呀 你这早说还是我老舅来好了 你老舅啊 你老舅 对啊 本身就应该我老舅过来跟你聊啊 你老舅多大呀 五十三呢 五十三 你还弄啥呀 你点诚意都没有 不是 你对不起啊 啥就没诚意呢 哎 别 你别赶我走啊 我觉得咱俩互相恕彼此给个机会啊 那我应该是给你机会 给你老舅机会啊 你给谁机会都无所谓呀 你别让我走就行呢 回去我老舅呢 没法交代呀 行 我这还一顿事呢 我真没时间招呼您啊 对不起 请回吧啊 再见 范小米啊 你不能让我走啊 回去我老舅没法交代呀 你好 请问有人吗 你好 来了 请问这是小米丽工作室吗 您是 我找范小米女士 已经约好了 这么准时吗 来吧 坐吧 不是 你是谁呀 我就是范小米啊 哎呀 您好 您好 找了真票 谢谢 怎么称呼你啊 我叫芝一 芝一 芝是那个芝否的芝吗 不是 它是一芝玫瑰花的芝 芝芝玫瑰花的芝 哎呀 你看看这名字 都这么专业 这芝麻给的也没法选 哎 宝田 哎 客户到了 好好沟通一下啊 那个 我给您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公司的李宝洁 这位呢 是芝一先生 好 你们好好聊 我失陪了啊 好 哎 不是 芝先生 芝先生 来 这样 咱们先喝一口 灰山仙博士仙奈 牛在身边奶更新鲜 你坐吧 来 坐坐坐 哎 从现在开始呢 由我来跟您沟通 你稍等下 这种事也得隔个人传话嘛 不应该我亲自跟她沟通吗 呃 您跟我沟通也是一样的 这事也能跟你说吗 能啊 我们两个都是主播 您有什么想法吗 想法 我应该有啥想法 您什么想法都可以有啊 不瞒您说啊 原来我们只给您准备了方案一 也就是小米莉 但是她实在太忙了 所以我们又给您准备了方案二 也就是我 当然了 无论您选谁 百分百报您满意 不是 你要这么说的话 我有点不大会选了 你看您呢 固然是漂亮 但我是为了小米莉而来的 如果我选择了你 是不是不太好交代 不会不会 我们都是专业的 而且就知道您得这么说 所以说给您准备了方案三 不是咋这么多方案呢 啥方案呢 就是我们三个一起语热 老妹 老妹 你发心了事儿没 啥事儿啊 我冒汗了 啊 紧张了 我还是先喝一口这个 灰山仙博士压压惊的 您这第一次吧 哈哈哈哈 确实是第一回 再说了谁能经得起这种魔力 不话说得好 宝剑封丛 魔力书 您就这么跟我说 你对小米莉满意不 满意 你对我满意不 也满意 那就这么定了 这样您先准备一下 我下去找她 等我回来了 咱们就开始啊 好好准备 不是 哎 哎 我准备啥呀我准备呀 你这不扯呢吗 你这还抢上来 你说这前半生没人要 后半辈子 这还盯上来你说是 是不是也是找小米莉的 对呀 多大年龄啊 二十三年 那这也不是年龄问题呀 那跟我这是借口啊 不是你借不借口的 你是干啥的呀 我干啥的看不出来吗 嗯 是不都对上了吗 俩人是为一个事来的 你瞅瞅 这不对上了吗 我说把俩女的呢 不用说这些 我跟你讲 你这花我看成色也不错呀 你这成本多些 便宜 三百八十八 活儿钱 三百八十八 妈呀那你这种植成本 也这么高呢 不是我种啥玩儿 种多费劲呢 我买的 买的 哎呀 这我输给二刀饭子了 这是 这啥玩儿套饭子 你说你老留我花儿 你这花儿不也不错 我这花儿当然不错了 我这自己个儿种的呀 三百八一枝啊 问谁呢 没问你呀 我告诉你一声 我自己个儿种的三百八一枝啊 你看又问了 没问呢 这花儿就是我自己个儿种的呀 啊 那你这花儿要是种的 你种这么大一棚的话 那挺费劲的 我能光种这一棚吗 我种的那是一片花海呀 你整那么多干啥玩儿呢 那大家都需要啊 谁需要啊 那沈澄姑娘们 谁没接受过我送的花儿啊 是不是啊 你看看 你这 你这花儿啊 要不怎么叫我花王呢 你看 你不用说这些 你现在这个种植成本就是太高了 三百八十把你让人骗了 你明显是没有经验呢 这咋谁得谁说我一句呢 这玩意没今天咋的了 不应该就是第一次 越纯洁越好吗 纯洁 你结果就是贵呀 你得像我这样贱哪 贱就是硬道理 贱过的嘛 这回来 大家准备 你怎么又回来了 不是我压根也没走啊 你能不能别在这儿捣乱哪 我捣啥乱了 你准备的咋样了呀 我准备啥呀 怎么还出门了呢 这都啥口人呢 是 是 行啦 你赶紧走吧 就算我求求你了行不行 哎呀我也求求你行不行啊 你让我留下来帮个忙呗 你提到我们要干啥呀 你就帮忙啊 你不就卖花儿吗 我行啊 你为了咱这事能成 你啥都行是不是 啥都行啊 你别在这儿闹了你 你别在这儿闹了你 你这样行不行 不是我在这儿留下来 学习学习行不行啊 我学习学习行不行啊 我不知道啊 行 你要不投也行啊 你就站在这儿 一动不许动 一句话可以说啊 来 大家准备 直播倒计时 直播啊 五 四 放弃 三 二 一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小米丽直播间 观看我们的浪漫鲜花直播欲热 首先有请我们今天的新嘉宾 给我们大家讲话 有请 来 请 你干啥晚上坐着起架呀 这个我还跟老板撕吧半天呢 你来干啥 你知不知道啊 那你们在这干啥啊 那我们 哎呀 刚才我这个兄弟啊 这挣茶皮了不是吗 咱这花啊是三块八一枝啊 对不对 咱在直播间里必须走成本价啊 是吧 大家可能都清楚 这表达爱意啊 一般都送玫瑰啊 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 中国也是玫瑰花的原产国之一啊 是不是啊 之一 是 哎 这早在两千年前哪 《西汉奇书》里的《西京》杂技 就记载了这个玫瑰 咱们辽宁辽中特产的红玫瑰 那就是典型的中国红 说得太好了吧 作为一个相亲的懂得也太多了 不愧是花玩儿 句句不提爱情 但句句不离爱情啊 我呀 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花农 后来在我旧的指引下呀 我呀就考上农科大了呀 然后我就种植了万亩的花田 哎呀 请大家伙多支持我们花农 支持我老旧啊 说得好 我这个人呢 在爱情上 没服过谁 但是在你刚才说的你这些玩儿上 我也支持你老旧 今天来 我不能白来 音乐 音乐 请 我不是花角 但是我会说唱 耶 耶 耶 哎 我叫做知一声歌 只有一米鸡 长得上个弟弟 小明还叫做莉莉 长得不帅气 也有女孩挺多为我着迷 也挺多为我着急 我不会这技术 但我拥着套路 但是隐蔽的套路 你是我的技术 轻轻机的脚步 就踏实地的走路 走到了那时深处 也归于不 不 耶 玫瑰花在成熟 花弄不在孤独 老旧超凡脱俗 那乡村变得富裕 哎 咱俩是不是这俩看得挺差别的 是差别的 咱俩看得多在直播人数 我忘了 差别就差别吧 万米花田绽放青春 在我内心碰住 这就是年轻人应该有的态度 这就是年轻人应该有的态度 耶 各位们 今天的浪漫天花直播到此结束 今晚八点 我们小雨里的直播间 我们不见不散 不见不散 这咋突然间这么安静呢 是有点尴尬啊 好 你是客户代表对吧 是啊 你是来相亲的是吧 对啊 弄半天 你不是来相亲的 也可以参与 行了 你俩别闹了 你别说啊 你们刚才在直播间这段说唱啊 表演得非常棒 哎我突然有一个想法 我想邀请你们两个今晚参加我们的浪漫鲜花直播怎么样 好 好 那我能问一个问题吗 好 请问 你们两个都是单身吗 是啊 我也是 谁问你 你问不问我也是啊 我管人呢你谁问人 要是这个事啊 我第一个报名参加 我同上 好了 那从今以后我们就都是朋友了啊 让我们一起努力 一起像玫瑰花一样绽放青春 不够青春